如果某一天你发现大家都在弹了一款新出的相机 然后看了一些参数觉得还不错 再赶上周末打折外加上几十年不遇的奥币汇率大跳水 那就没有理由不买回一台回家试试了 幸福中请回家第一时间被它的花质所吸引 但是又像一个小野蛮一样需要驯服 富士X100V放毒时间到您准备好了吗 欢迎收看彩蜂实验生活杂志 我是大马毛本 对了本期节目结尾有福利彩蛋 大家关注 从历史上讲我们使用富士时间并不长 我们用过一段时间的富士的X-T3还有最早期出的X-H1 富士相机给我们最大最深刻的印象就是它的胶片色彩风格 作为这个胶片行业的翘楚可以说富士它的胶片模拟风格的色彩是深入人心 无论是拍摄照片还是拍摄视频都是非常非常的漂亮 尤其是它的intra电影胶片模拟可以说是在相机植出颜色里边我认为是最漂亮的 X100V是X100系列的第五代机型 从2010年的X100到后来的X100S X100T到X100F到现在的X100V 如果说在2010年X100初代是生生靠着外观闯入一条路的话 那十年后的今天在竞争激烈的相机市场生存下来 而且卖的还不便宜的X100V一定有它自己独特之处 我大概总结了一下基本就是花质设计操作 先说这个相机的花质表现富士的色彩依然是那种只可意会不可言传的感觉 它拍摄的照片绝对是唤醒你记忆中的色彩 内摩绿 内片蓝 还有内丝红 鲜艳 但是不卖俗 大胆 但是又不夸张 这支镜头是富士改进了这支23mmF2的祖传的镜头 锐度有所提升 在最近对焦的时候也不会有明显的画质的下降 最大光圈2.8 这个胶外表现温润而且扎实 相机自带ND滤镜 这样打光圈爱好者在大白天也可以享受F2打光圈的好处 F2的最大光圈对于这支23mm短焦距的镜头虽然谈不上大 但是看在镜头体积小巧的份上也不必强求什么 毕竟你看那支23mm1.4的镜头体积大了它一倍的物质 我觉得这支镜头是力争在光圈画质还有体积上做一个完美平衡的设计 这支镜头也的确做到了这么一点 正是得益于这支镜头富士X700V才是真正一个可以放在口袋里的随身带的相机 要注意一点富士X700V号称是三房的防身防水设计的机身 但是如果您在不配置转接环和49mm专用滤镜的时候 这支镜头是不带防身防水能力的 所以真要赶上下大雨的话 您还得用手护着镜头 这个转接环和滤镜原厂配置价钱和不便宜 几百大元肯定是有的 所以您如果要是有三房刚需的话 这点使用成本你是要算进去的 在市场上机型多到让人眼花瘤乱 但是使用复古的庞州设计只有富士还有L品牌 富士使用的光学电子混合取景器使用提电非常非常有意思 如果您在街拍时候使用光学取景器可以方便构图 而且没有画面延迟 也没有这种暗光线取景的困扰 所以拍摄人文的题材的时候非常非常方便 电子取景器就跟其他的V单电子取景器是一样的了 您可以非常准确的检查您的曝光 预浪景深 而且还可以检查颜色的一个细节 虽然它的取景器的精度没有XD3那么高 然后也没有XD3那么大 但是使用的时候觉得还是可以接受的 我平时拍照的时候使用光学取景器比较多 原因很简单 就是与众不同的好玩 你看普通的V单在按鞋快门之前 你可以通过取景器已经预浪到你要拍摄的画面 是不是很无聊 那这种old school的光学取景器呢 在你拍照的时候完全不知道自己拍的结果是什么 这就有了在你回放的时候的期待感 对了别忘了摘景头杆 这个不就是富士营造的这个仪式感吗 说到这个仪式感啊 基本上这种感觉会贯穿了X100整个的设计和操作 你看啊 它的光圈快门速度感光度还有ISO都是机械刻度的拨盘 所以你在拍摄的时候有非常高的这个参与感和控制感 而且你看它的快门速度感光度还有这个光圈都是整档的刻度 所以你在操作的时候就大大增加了你盲操的这个准确度和速度 所以呢在不开机的情况下 你都可以提前设置好 大大提升了你抓拍的效率 X100V的新设计巧妙的把快门速度和ISO做成了一个复合波轮 只要你提前这个波轮的外圈就可以快速的进行ISO的调整 我其实非常非常喜欢这个设计 但是呢如果你要戴着手套或手大的人呢 可能觉得这个操作稍稍微有点复杂 好在呢ISO调整不是一个特别经常使用的这个设计 X100V为了简化设计和简形体积呢 它减少了后背的这个十字的按钮 这样我觉得稍微少了点什么 你看我们之前常用的白平衡的设定 把驱动模式和对焦模式经常使用的 都没法安排了 而且呢它背后的这个快速设定按钮 Quick Menu键呢又设计的特别特别的引力 这个为了极致这个简约的设计呢 让操作变得稍稍微有点复杂 我希望呢还能保留以前的设计 增加几个快捷键 让我们可以快速找到我们经常使用的 这个参数的设计的功能 XYV在没有增加体积情况下呢 增加了这翻屏 像XYV X-Pro3这种旁周人文类的相机呢 增加这翻屏主要是为了方便低角度 腰屏取景构图 而不是用来这个自拍Vlog来设计 所以呢没有使用侧翻屏和下翻屏 我是非常理解的 但是希望它在折翻屏的设计上呢 能增加两个折翻点 这样方便把这个屏幕下翻 进行高角度的拍摄 XYV它的视频功能呢 也是让我比较惊喜的一点 单就是120帧升格在面部识别这个功能呢 你看啊 这是佳能尼康富士三家全画幅相机都没有实现的功能 这几天我们压力测试下来啊 发现它在拍摄照片和视频的时候呢 有时候在面部识别的时候会偶尔抽风 在拍摄照片的时候有时候自动对焦会出现发呆的情况下 当然了第一批相机我觉得可以理解 我估计在之后的固件升级的时候可以解决这些问题 视频格式方面呢 XYV可以拍摄4K30还有1080 120P的格式文件 这作为一台口袋相机来讲呢 这个规格已经是非常非常不错了 富士呢这才还大方的提供了Flog的文件 但是呢我觉得如果你使用富士不用胶片风格的话 那是对这台机极大的浪费 那富士相机呢可以在机内调整高光 暗调甚至可以调整相机的一个宽容度 就直出可以出来非常好的这个视频的效果 很多人包括我自己以前都有一个想法啊 这个富士的颜色没有什么大不了的 我前期拍个log后期套个蜡子这不就出来了吗 但是你在实际操作的时候 会发现这远比自己想象难度要大得多 且不说你后期追一个色彩的色调有多难 单就是这个后期大范围调整 对于8比特的画面损失 这个损失害有非常大 这就是一个很麻烦的问题 况且呢这个LUT是针对不同的机型 还要针对不同的色彩空间 然后在你调整的时候 还会出现颜色断层等等等等的一个问题 既然有这种非常好的胶片的效果 这个一键记录拍摄 这不就更方便了吗 这次呢XYV机内呢还植入了新的那个 Classic NEG这个胶片复古的风格 如果你喜欢这种复古风格的话 用它可以拍出效果非常好的复古视频 这些机器拍摄视频 您唯一的障碍就是不带防抖 光学防抖和机内防抖都不带 所以说如果您要是喜欢手持拍摄的时候呢 可能还要多注意点 最好找一个稳定的三脚架或稳定器来进行拍摄 作为最懂拍里德的厂商 富士XYV给这台机器呢 加上了闪光灯 配合胶片效果呢 它出来的TTL闪光灯的效果还不错 这个圆汁圆味的富士 在很多的单反相机 微单相机呢 机内闪光灯一般都有一个诟病 就是如果你前面装的镜头过大的话 可能闪光灯会遮挡 然后在物体上会有一个很大的 这个镜头的遮挡的投影 但是得益于这支23毫米非常小而薄的镜头 所以这支闪光灯是没有这个问题的 但是啊 如果你使用这个镜头的转接环 加上遮光罩的话 就要注意一点的 可能还是会有这个轻微的遮挡的情况 说几个吐槽的地方吧 2020年的富士也不是当年的富士了 在早年间XT1是通过刷固件来提升性能 现在呢 富士是通过刷机身来提升性能 在几个不起眼的地方呢 也纷纷做了一个简配 比如像SD卡插槽 这个X100V是使用UHS1卡槽 而不是UHS2卡槽 这用起来有点不爽 另外一个呢 就是这个松松垮垮的镜头盖丢 是早晚的事 还有一个缺点呢 也不知道是不是缺点 就是它的价格可不便宜 1万多的价钱 对于这么小的一个机身来说呢 不便宜 但是你要想想有这么一个高质量的镜头 配的一个机身上呢 也基本上是属于凑合摇摇牙能接受 用富士就是为了省后期 这几年拍的照片少了 不像前几年 射成RAW格式 拍了一堆 最后呢 放在电脑里边懒得羞 最后这事过了也就过了 富士呢 可能是唯一一台我不需要 也不想射成RAW格式的一个相机 拍成JPG文件直出 在喝杯咖啡的时间呢 拿出iPad用手机来修修图 做做剪辑 就已经非常效果好了 大家看到这期的片头呢 就是用iPad直接剪辑出来的 你可以再看看今年苹果出新的iPad 我估计啊 这种工作流程在未来是一个趋势 总结 如果您需要一台器材来记录生活 相信我 一台拍摄功能强大的手机 就可以满足您的需求 如果您需要一个专业工具的话 请在佳能 Sony 尼康里边 系统选择一台相机 专业的工具 做专业的事 但如果你买相机 是为了玩 是为了自己 刺激自己拍照的欲望 或者是说 想在拍摄人文摄影的时候 在色彩上增加一些自己独立的风格 那选这台机器没错了 在市场上满足好玩 画质 口袋 也就是它了 好了 感谢收看本期的彩蜂摄影生活杂志 如果你对我们这期节目喜欢的话 请素质三连 并且关注彩蜂摄影生活杂志 大麻宝网和摄影师恰同学的微博 咱们下期 再见 好了 这台机器已经完成了它的测试 使命 然后准备把它放到晚上进行拍卖 然后呢 这台机器是我跟摄影师恰同学 亲自这个驾驶过的 是开过光的 然后带原厂的发票 带两块原装的电池 这个如果在购买的时候呢 我们还会附上我们彩蜂摄影 生活杂志的彩色和金属贴纸 希望它能找到真正发挥它能力的新主人 我们下期间的电池